看一下 這一棋地 之前我們有用的這個堆肥兩個多月的這些有機質的肥料 包括這個我們慣用的一些肥料 像豆渣、咖啡渣還有牛糞 那這一棋地上次我還額外增加了這個 這個筍渣還有芋頭皮還有鳳梨皮等 後來我就把生菜就直接種上去了 那本來期待了 大概這幾天可以開始採收了 但是好景不長 各位都知道這一兩個禮拜 兩三個颱風的肆虐 然後呢 那本來想這個好好摘一些菜給各位看的 不過這一次的生菜的栽種實驗看來又失敗 理論上應該原本長的還可以 但是真的在颱風清洗之下 這幾天就是天氣不好的情況底下 成果就不是很好 本來打算剛好這一批菜到時候摘一摘 現在齁配合烤肉齁可以包這個烤肉來吃 看起來應該是勉強可以啦 但是品質非常不好 各位看到這個 像有些葉子在爛的 這個就是一般的下雨下太多了 造成一些水傷 那原本這個香坡綠長的還相對比較漂亮 不過各位也看到這個 經過颱風天的話 每一組長的都特意獨行 各有各的特色 這個也只能這樣 不過現在因為菜價貴 像這種雖然是生菜 不過基本上它汆燙 快炒一下 跟一般的菜是沒有太大的差別 還是蠻好吃的 先摘這些回去吃啦 摘太多大概也吃不完 排風天底下 什麼樣的蔬菜比較不受影響 各位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影片都有 給各位分享的南瓜 看來颱風的影響 對這個南瓜沒有太大的問題 這顆理論上大概也快熟了 已經裹粉 顏色已經開始變紅了 就把它摘下來 而且南瓜不只沒有受影響 看一下 我們剛剛摘的是 這一顆南瓜生的第四顆果實 一個颱風天我們看到這裡又多了一顆 第五顆了 那裡面各位還可以看一下 這裡看到的還有一顆 已經長了第六顆了 那在更裡面各位再看一下 還有一顆 第七顆了 所以反而颱風天喔 這種大於磅沓的清洗之下 反而長得更多更快 還蠻驚訝的 還蠻驚訝的 因為基本上 這一顆南瓜的旁邊都積水 目前都有積水 所以沒有爛喔 還能夠長得很好 這個也算是一大欣慰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當初種的南瓜 它的這個藤啊 或是它的筋 已經這麼粗了 而且它還陸續在開花結果當中 所以去年生兩顆 今年目前看到的已經第七顆 就跟我的芋頭冬瓜一樣 去年也是兩顆 那今年摘了二十幾顆 看這一次的南瓜能不能突破十顆 不過一則以喜 一則以憂啦 如果今年突破十顆 明年挑戰就更高 挫折感就會更壯 但是如果太少呢 不少也OK啦 另外 我們上次影片跟各位介紹的 各位看一下 原本二十顆的福山蝸具剩十顆 但是剩下這十顆長得還可以 另外就是 紅珊瑚 看起來也還可以 但是有一點土長 但是各位有沒有發現一種現象 這個隔熱子底下的 比較翠綠 比較沒有這麼紅 那代表隔熱子底下的這個 紅珊瑚的這個花青素 含量相對比較少 當然這可能也驗證了 這個紫外線 對這個紅珊瑚來講 對它的花青素 有這個催化的作用 所以你如果把這個 紅外線隔離的話 對它花青素的這個催化的反應 可能就會降低 但是對它的生長狀況來講 就會相對比較好一點 各位可以看到它相對比較大顆一點 我們從另外一邊奶油蝸具應該也可以看得出來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沒有隔熱子的奶油蝸具 其實已經有一點冷冷了 那隔熱子底下的奶油蝸具 看起來稍微大顆一點 但是有一點土長 有一點土長 畢竟天氣還是相對熱 然後雨勢多 太陽又相對比較少 就會這個樣子 不過因為它沒有花青素 所以顏色上看起來就差不多了 就沒有太大的影響 另外各位看一下 這個之前摘種的小黃瓜 也沒什麼問題 這個已經開始已經有在 解小黃瓜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目前都開了蠻多的這個花朵 如果接下來天氣好一點的話 看會不會有一個好梳子 期待啦 這裡也有 很漂亮 這個都是側曼 側子長出來 理論上側曼長的這個 小黃瓜應該會比較小條 那有些人建議說 側曼要去除 等到它長大一點再留 那當然這每個人做法都不一樣 因為連下一個禮拜的魚 沒有來處理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茄子也沒什麼影響 茄子看起來也是沒什麼影響 阿 至於這個青椒 跟這個蔥 沒什麼 看起來沒什麼影響 阿 這個蔥跟青椒沒什麼影響 這個秋葵呢 就長得很旺盛 這個大概已經 一個禮拜沒來收成 這一顆 這一顆 因為我身高大概將近180 所以這一顆大概已經2公尺 所以你如果身高不到160 可能這裡就要剪掉 夠了 像小邊就要剪這裡 需要 剪掉這裡 各位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這三條秋葵 這個吃起來很嫩 OK 這個勉強接受 這個煮湯就好 剩下的渣渣 就可以拿回來再當這個肥料 他吃紙而已 好我們再看其他的 等一下再回來 各位看一下 最不怕颱風影響的 應該就是地瓜葉 各位看一下 上個禮拜 我們才採了一批 去市場去試賣 現在長得又 還可以 雖然葉子不夠大 不過至少還是很旺盛 另外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我上禮拜 灑的黑芥蘭 因為我知道這禮拜 颱風來會下很多雨 所以我就趕緊在上禮拜 就直接 灑種子 個人經驗就是 你種子灑下去之後 如果之後的幾天 都有再下雨的話 它的發芽率就會很高 所以呢 這禮拜各位看到 它就是長著 如果有密集恐懼症的 要多看一點 這樣你才有辦法去克服 就是這樣 面對自己越害怕的東西 越要去嘗試 就像我以前很害怕種田 但是 就種田 這一次大雨 看起來番茄不受影響 各位看到 基本上這幾顆番茄都還健在 這個是 椒女番茄跟那個 燈香番茄 旁邊種的是 韭菜 旁邊種的是韭菜 這個是 種的是草 可能過兩三天 天氣好一點 就要來除草 這是 一樣上禮拜種的 這個 丑豆 麥刀 那我每一根竿子 都種了一顆一顆的 丑豆 看起來每一顆都還健在 每一顆都還健在 所以這個丑豆 看起來還可以 另外要講的就是這一棋地 一樣我種了 田螺曼跟這個 香玻璃 這一棋地呢 我跟剛剛那一棋地 種的生菜是一樣 差就是差在 這一棋地的肥料 我是用我慣用的手法去做的 那主要就是要比較 不同的施肥的狀態 對它的影響 不過從結果來看 這兩棋地 長勢應該都差不多 因為我這一棋地的肥料呢 就是豆渣 咖啡渣 跟牛糞 那實在沒有發酵的情況下 就是鋪上去之後呢 翻土就栽種了 那之前的那一棋地呢 它是已經 腐熟了兩個多月 然後再栽種 那一批生菜 不過從結果上來看 是沒有太大的差異 那至於 實際上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當然就是 個人去解讀了 原則上大概就是 這一批只能留著自己 拿來煲烤肉了 不過 雖然這一批大概沒辦法拿去市場賣 跟人家分享 不過從這批生菜 我們可以體驗到一句話 就是我常講的 不經一番寒側骨 菸得烤肉萬家香 啊不對 菸得梅花鋪鼻香 不好意思 因為中秋節快到了 一直在想烤肉 雖然長的品質不是很好 但是 也不得稱讚這一批生菜 也歷經了風霜了 其實拿來煲烤肉 很好吃 真的建議各位 你如果拿福山鍋去煲烤肉 會有苦澀味 田羅曼呢 拿去煲烤肉呢 就是有那種清甜味 會讓你的烤肉的那個味道的層次 提升一百值 最後這一批就不用看了 原錢應該是掛了 那之前的這些 完工菜 已經淹滅在這些 銅錢草啊 雜草裡面 不過也很好了 等天氣好一點 就把整齊地 全部弄掉 準備栽種秋天的生菜 好啦 這個就是 排風過後的一個產況 香坡綠 用它來爆生菜 又會更提高到一千倍 因為它還有脆度